今天我们进城了 然后来到医院做个检查 然后带老婆吃个好吃的 老婆你想吃什么 不知道 你在我的旁边老公什么都很好吃 不好意思什么都好吃 那你吃痛嘛 不可以 比较麻烦 三个星期之前预约的 说是今天要过来 要拍片子或做做一些一些事情 但是今天过来呢 医生说了之后 他说今天过来才是排队 要等定时间 比较麻烦 那这个还是 还要等什么时候呢 还不太确定 这边抗病确实是免费的 需要一个挂号费啥的 都是免费的 但是呢 预约这个比较麻烦 可能急诊的这种快一点 慢性病这个就比较麻烦 急病的这种快一些 好 受了不 有这个很危险的话就特别快 但是这个不是那个不能死 就有时候满的 特别特别慢 基本上在一个月到两个月或三个月 就很慢很慢 有的人一年 有的人要等一年多 我估计等着等着 心态不好的人等着等着 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挂掉了 哈哈哈 嗯 行呐那今天我们 在一月的时期就这么结束了 哈哈哈 一天了 给三三买一个好东西吧 现在 嗯 一天了 都 一天 哈哈哈 他是跟一家人一起花一天 不是很累吗 哈哈哈 谢谢 最近好几天呢 我们没拍视频 因为我们一直 我们分开了差不多一个多星期 哈哈哈 是吗 我没发现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说让一家人在一起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一起出去玩一下 就走一下路 在城市里面 不是挺好的吗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健康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呢 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不能依赖这些医院 或者是保健品等等 现在的医院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多 医疗设备也越来越先进 但是病呢 也越来越多 请问 该怎么办 哎呦 这个车挺有感觉的 是吗 所以就怎么办 是吗 怎么办 都要在这里 好吗 你怎么办 好吗 是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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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小舅子在这个伦德大学学习 然后中午呢 我们就约他 一起吃个饭 这些是生生学子 还是新兴学子啊 现在要去吃饭了 然后米粒要吃个中餐 那我们就去中餐馆 这是一个大通饭店 因为弟弟的时间关系 点了个改教饭 没有很多的中国的感觉 但是还可以 我还是回家你给我做装饭吧 你给我开一个电脑吧 好 这个我们得系统的学习一下 不能盲目的开 乱开就是失败 有这么大的一个饭馆 没人 我们随便开一个会有人吗 救了 下 Peygamber 下osse 下飞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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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